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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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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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好当时拍的时候最好是疫情 所以全组休息 就在酒店里面有的时候会一起健身也有 一起去跑步也有 然后玩一起狼人杀也有 然后一起吃饭 那男生在这边就会做些什么呢 我最好当时拍的时候最好是疫情 所以全组休息 就在酒店里面有的时候会一起健身也有 一起去跑步也有 然后玩一起狼人杀也有 然后一起吃饭 那男生在这边就会是个担当的 很大的电视就是为了看剧 然后放在酒店里面 聊迟摄影担当 他很喜欢给人拍照 那限制中小贾的游戏水平和剧中的简调相比 大概是什么段位呢 大概是天差地别的这个水平 但是你需要玩什么游戏 手机的话就是 世界和 那拍完这部剧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其实对我来说最大收获是 更加了解了一个演员 该怎么去 了解自己的人物 然后该怎么去进入你该去演绎这个角色的内心 简阳身上有没有哪一个地方 或者说拍戏哪个瞬间 让你对他非常能共情 他不是又去重新想追回童谣嘛 然后被一直就是没有追到嘛 然后他最后特别的想开了 然后就是一直在帮助童谣 这些还是挺能共情的嘛 虽然得不到但是希望他最好 小宅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演戏时候的场景 第一次是暗恋剧中怀男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就是第一次拍戏啊 因为当时暗恋剧中怀男是 当时就是一个素人嘛 纯素人 然后完全就是不懂剧组里面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工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然后在拍第一场戏的时候 就是紧张到兔可以这么说 就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 但是我们导演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一直在劝导我 就是开导我 你别那么紧张嘛 就是没关系什么 但是心里还是很紧张 对 那目前其实小宅也演了挺多角色的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 其实都很喜欢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的性格是相同的 但是我会最心疼的是李斌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让人心疼的这么一个角色 因为从小被家暴 然后被妈妈算是抛弃吧 就是很惨的一个出身 对 因为像世界微城里的刘雨晨 他就是一个大学生 就开开心就很活泼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烦恼 对对对 就你喜欢不喜欢他 他都是很开心的一个人 但是李斌就是你在演绎他的时候 你会更加体会到他心里的一些痛苦 然后就是会让人非常的心疼 对 因为你就想互相练强的 谢谢 突然开始夸起来了 那拍过的戏中 让你作为演员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一个瞬间呢 也是亲爱的爸妈有一场跟严谨老师的戏 那场戏是 妈妈来过送蛋糕 然后就那场戏的时候 算是母子十几年完全都没见过面 突然的一次碰面 对 然后就那场戏拍完了以后 包括就我跟严谨老师 还有监视器那边的所有工作人员 导演他们 就是都到了一个那种情绪 然后大家都哭了 就那场戏拍完 大家休息了第一 差不多有接近一个小时时间 然后一直在聊 我觉得那场戏拍完以后 让我心里很爽 我觉得应该算是做到了吧 那现在小宅在挑选角色和剧本的时候 最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最优先考虑的是 我本人和这个剧本 一个能够互相给予的关系吧 就是我能给这部戏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我演绎完这部戏以后 它能给我回馈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是最关键的 如果说我纯粹为了物质去拍一个戏的话 我觉得起码在五四这个阶段是没太有必要的 我希望能够给到大家看到的东西 是一些能够被记住的 然后能够引起大家一些思想上的东西 对对 那小宅现在比较想尝试的角色是什么呢 其实倒不拒绝吧 就角色类型不拒绝 但是自己会更加喜欢情侦类的 因为一直都 我从最开始的时候 我就想 非常想去演一个这种类型的 哪怕演一个反派 对 或者是正派的当然更好 可爱一个人的反派 对对对 然后演那种卧底什么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之前在采访的时候有说过 自己在思考这份工作有什么意义 那现在来说你又没找到那个意义 其实我现在的感觉除了 因为毕竟我还是个人嘛 我需要生活 除了物质上这些 这个工作可以给予我的意义以外 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能够给予 除了我以外其他人的一个意义吧 比如说我做演员 然后我演了一部戏 然后这部戏能够回馈给这个社会 或者是某一个群体的人 他们看了以后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感触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意义 就是我演这部戏能够回馈给其他人的意义 是我最大的意义 那小宅有没有收到过比较实用的 或者说好用的事件建议呢 就别紧张吧 因为我试镜会很紧张 你微笑是很美 事件建议是怎样的 是在那个剧组办公室里 然后当时还挺多人跟我一起去试镜的 因为当时就不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去试镜 因为我们当时刚称传 我们很多人一起去试 而且互相不知道大家试的是什么角色 对 然后发现是一个角色 是挺尴尬的 这事挺尴尬的是不是 小宅最近一次开怀大笑的原因是什么 刚才前一秒 那小宅有没有最近单曲循环的歌 单曲循环的歌 黄岐山老师的拆穿 那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今天会干点什么呢 这么突然的话 做个脸吧 那么时刻我忘记皮肤管理 这马上都没了大家 还不做脸 开心开心 那如果展霄文是个形容词 你觉得这个词会代表什么含义呢 我就不想说吧 大家都懂 帅 迷人 可爱 嗯 魅力四射 你看其他一赢 展霄文基本赢成一个形容词了 你就是没一个形容词了 是啊 不是这样 这不是我 你一说你都知道是什么形容词吗 对啊 就你一说你都知道 那如果展霄文是杯饮料 你觉得它是什么味道呢 如果展霄文是杯饮料 我就看谁喝吧 我喝 你喝那应该是甜的 那要是齐罗姐姐 那也是甜的 那要是路人喝呢 路人喝 甜上加甜 嗯 我是依然可爱 什么一次社名 却不是风度 但是当秋天黑白 当黑的展霄文 那如果人的灵魂有颜色 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颜色呢 我应该是蓝色 是我们卖标的颜色吗 因为你这个还要再蓝一点 一晶光一点 为什么觉得自己是蓝色 因为我喜欢蓝色 因为我觉得蓝色很舒服 感觉会非常舒服 嗯 你这样我们拿着你这个蓝色 大家看就会很开心 那小宅前几天 喊话网友借ID 事情怎么样了 毫无进展 有没有死紧她 我看她好像不回了 不回不回 对不回 那对于粉丝的一些网民建议 你有没有觉得还挺好的 没有 且额岛导主宅肖文 我觉得有点太长了 我才是宅肖文 啊 因为我才是宅肖文 看起来是 才更像假的 嗯 那怎么办 慢慢来 不急 那如果转发宅肖文 可以获得幸运Buff 你希望转发获得的 关键词是什么 保护 健康 平安 那从阿万SE毕业之后 小宅最想感谢阿万SE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很多需要感谢的 这两年自己也长大了很多 成熟了很多 对 有很多是 旁边经历的事情 也可能会更多一点 那你觉得经过这两年 自己最大的变化在哪呢 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心智吧 就是我感觉其实我现在的心态 爱也会跟两年前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差别 然后心智也会更成熟一点 就是在团里这两年以后 会越发的清楚自己喜欢的 和自己想要的会是什么 然后也越来越了解 就对自己更大了解吧 会知道自己更在哪方面 会更擅长一点 自己在哪方面做起来 会更开心一点 那做哪方面最开心的 就是演员嘛 还是这个身份 会让自己更开心一些 有个人经常跟你分享八卦 一场串 但你又不想回他 你会怎么快速的结束这段对话 我吃饱了 在吗 有时间聊聊吗 他挺好的 太烦人了 太气人了 小小小我给你说一件他很气愤的事情 你会怎么回他 哈哈哈哈 真的吗 哦对 我之前看过一个什么 就百句应用的 只要不想回复就发那个 就哈哈真的吗 哦我的上帝啊 这个人的腔调为何如此迷人 哦哦 我是说 就像隔壁玛丽奶奶做的派一样迷人 天呐 我真想狠狠亲她一口 真是躁脸 还唱 有什么 我站在哪里 没有终于发에게 Π打托 小小小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